每個媒體朋友來參加今天博士會議的回合計程會 我們也準備了經營稿交給大家 我想這次的會議就是跟我們剛剛在會議中說的 其實經過兩天到今天就開始有很多的同樣的影響 比較非常振奮 因為感謝大家這個會議參與的熱情 然後這次會議中也實現很多過去沒有 包括了如直播 而且線上授集 彈幕 然後大家都有機會可以通過網路參與這次會議 然後我們這次會議也根據8月之前重討出來 共同意見 多數意見 與其他意見 所以這個內容也載出在新聞島中間 我下面還是請我們兩個共同主持人說一下 各位理事長 各位媒體的朋友 大家早 大家兩天的會議其實聽到很多很多大家對經貿 我們未來應該怎麼走 只有很多很多的建議 那很多建議其實在早上的會議也遇到 其實有很多建議 大家好像已經有一些共識了 那也比較容易做 那這步其實是國家應該早一點把它納入 我們在以後施政的參考 然後在東部 南部跟東部以後 大家在最後的會議有一個共識以後 我們應該趕快來執行 那有一些是需要在凝聚更多更多的共識 想好往後應該可能走 但是可以稍微再等一下 那這類的意見呢 其實也是可以提供作為參考 但是在整個市政府過程當中 就必須要更多更多的共識 那我兩天是真的是學的蠻多的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媒體朋友的這個電腦 真的自己的國家要自己救 自己的經濟要自己救 謝謝 好 各位媒體長 也非常謝謝大家 因為各位的參與 這個協助 來讓我們參與的代表們也都唱同意 所以我想是很重要的 事實上今天在兩天的過通過程裡面 大家多過不同的角度 不管是從產業面 從協業界 從研究機器 從這位共同學 從不同的或是崩會 不同的角度 很簡單 請出一些建議 當然我想 經過點續以後 我們還有同期 藍區還有同期 我想呢 這個意見呢 我也認為其中 我們也希望呢 這些意見呢 變成共同意見 或是呢 一個共識意見以後 政府呢 能夠針對的 其中的項目呢 能夠繼續去落選 另外對於其他的一間的部分 我也期待 政府呢 也能夠去 關心 因為事實上 經濟環境 當然有 他建國情緒上面的問題 但是呢 我想 只要是問題 都是呢 政府 可以去努力的空間 也真的為了感謝我們 國華會這邊 同仁們這兩天來的協助 使得我們 才會很順利 另外呢 我也覺得這次 代表呢 雖然有活動的意見 大家呢 都能夠非常坦然的 而且呢 非常地 平衡地 去訴說自己的意見 希望去說服 或是希望呢 請別人去瞭解他的意見 我想這些人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 這個 建立雙方呢 大多數的想要共同 一定做那個平衡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 禮區的 解放國術會議見 應該是一個成功的 所以謝謝 我是聯合報 那我有兩個問題 想請教 一個問題是 剛剛有不少的 網路社群代表 都有提出來說 這次他們覺得受邀是 有一點 這樣兩天下來覺得有點 網路參與部分 是有名無實的部分 然後最後他們也對於說 這個意見的代表性 其實他們都有提 這部分想再請單位再回答一下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 其中就是政府 諮詢數位化的部分 其實政府的數位化 其實都有在做 但是剛剛代表 也點出一個問題 是說欠缺整合 就譬如說我們每開一個大會 就架一個網站 過去到底開了多少會 就有多少個網站 可是很多網站 其實都已經進入冬年 而且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那個資訊在那邊 那就是說 未來可能會考慮做一個 全國性會議 可能不分互會 因為像接下來 也有全國人員會議 像做一個資訊的統合和公開 可以讓大家 比較可以了解到 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謝謝 謝謝 剛剛提到兩個問題 一個是有關網路的參與 首先我們這次會議 用這個方式 本身也是一個事情 所以我想 待會我們沒辦法 我們第一次做 我覺得應該做到非常完美 但是這次在前面 在網路中間 不僅是請網路設定 大家自行推開 他們會用代表 他們會用觀察的方式 或者在中間 包括收集議題 然後網路直播 這都是首部的嘗試 那可以看到 政府是在炒這個方向上的努力 我會後有跟其中一些人打的招呼 一直也注意在說明 這種參與 網路參與的方式 是我們的未來影響努力的方向 但是也請大家能夠理解 政府在這方面 整個公務體系 正在學習 做這些事情 所以在這中間 前頭路還沒有做好 我相信北區還沒有做好 在後面的南區 中區 都會無故的改善 會約會也好 甚至未來的這些相關的事情 也都可以做得更多 我們現在同時 蔡玉琳政委也都跟網路社群 在討論 這時候相關的意義 然後這些東西到時候 會議起來 會變成 代表中 跟網路得到的問題會議 送到整個會議中再去討論 所以我們這東西 是在進行 等於說 只有實體會議 有方式 聽大家的影片 也藉著網路去收集 好 再下來就是有關 剛後來有提到說 像 有代表提到像 現在這些 政府的資訊的數位化 包括這些會議中 也有一些統合方法 過去 沒有做好的事情 但未來我們會議會 找到這個方向 能夠做得更好 事實上現在政府整個的方向 包括就是會議的辦理方式 以及未來 大家 已經開始 就等於說 大家一開始 越來越體驗到這個方向 包括中間現實上 很多新的觀念 新的做法 這是本來政府 不會要去調整 但 像我剛剛說 政府在上面開始起步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時間 那我們可以把事情做得 但這方向上是沒有問題 我們應該在找個方向 三位代表好 我這裡是沃草 首先我們想要先講一下 昨天我們有針對 聚合媒體 最近被駭客攻擊事件 號召其他家媒體 交開個記者會 我們還是希望呼籲政府 能夠維護 言論自由網路資訊安全 還有國家安全 相信這在之後的政策制定上 我們也希望能夠以此為最高的主責 那在這裡有兩點問題想要請教 第一個是說 雖然管主委找上您表示 大家不要一眼談 何個言而至 但是呢 從昨天一整天的討論 我們可以發現 多數的代表 還是著重在 國際化的競爭力 那對於人權弱勢 產業的發言 仍然是比較少的 問題是 今天如果要召開金棒國事會議 就是因為學運之後 社會對於大家政府不斷的強調 以為的開放 易大於壁 這種已經產生質疑了 那會議討論中 如果又不斷的聽到 這幾個就是 第一大於壁 或者說 開放多好多好 但對於其他人權議題 較少多默化 這種大敗敗事而溝通 是否對於外界的疑慮 是比較難以平息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政府在學運之後 說要尋求共識 所以召開金棒國事會議 問題是 為什麼不是召開公民憲政會議 或憲政國事會議呢 難道經濟真的能夠 跟我們的政治切割嗎 在台灣的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 是否 經濟與政治 就是沒有辦法分開來談的 那政府這種做法 邀請大家來 就是發表一些意見 那當然是很好 可是其中 我們聽到有人 抗擊朝野惡鬥 或是工商代表講一下 我們加速開放才有競爭力 那這些聲音 彷彿就是學運沒有發生過 那這是政府說的 學生跟年輕人 政府想要跟他們對話 是用這種方式嗎 那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沒有回應到多數人民擔心的 那這兩個問題 請三位代表 請做一些回應 謝謝 今天我想第一個問題就是 沒有錯 最後從 當那個 昨天開會的會議內容 包括來會的裡面 可以看到 是的確比較多的人發言 是正在支持自由化 國際化 或者說 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相對來說 也許談到 人權弱勢 產業上的人 相對較少 但是也請大家注意 並不是沒有 還是有很多人提到 甚至今天 有人覺得說 本來是列在其他 他甚至覺得 有些相關的 包括提升 老公權的 是不是應該提升 他認為這應該算是 有共識 該提升共同意見 那這問題 我要回過 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次我們的會議 並不是由政府 去指定的 什麼人來參加 他說今天 什麼人來參加 會講什麼東西 不是政府可以操控的 它事實上是分成 從政黨到產業界 到學術界 到公民團體 各方面的代表 我們都盡量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我們大概也不需要說 在這樣子的比例之下 呈現的意見 它的確就是像剛剛我們提到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也許講到的人少 並不表示這上面沒有聲音 但是 本來我們這會議 就希望各種聲音都能夠出來 我覺得這個目的 其實是達到了 大家看到這意見 也最後 呈現在我們最後忠誠的意見上 只不過在 當初這樣子 各種類別分類下來之下的 參與與會代表總結 呈現的聲音 就呈現這樣的 我想這只是 反應了這個 與會代表的一個特性 但是這上面 我們要特別強調 我們忠誠這些意見 並不是說 發言相對少的人 這個意見 將來就會被棄之不救 就像剛剛我們特別舉的例子 當初大家覺得這中間 他講出來 有多是 真的是大家屬於有共識 只是 譬如說 產業界也許他不會刻意去 講某一些問題 可是他並不會反對 別人講這個問題 那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還是可以得到 重視 所以我想這上面 許多大家會擔心 這上面 可能會受到故事 我覺得這上面的疑慮 應該比較小一些 那第二點 有關這個 政府是不是真的在尋求共識 就是 譬如說 當初我們完全理解 學運的學生代表 希望能夠召開 憲政公民會議 但我沒有辦法 帶著議行政院去發言 說 是不是我們未來 並不開憲政公民會議 但是這個事情 中間的確 剛開始的出發點 的確是一個經貿議題 最新在經貿議題上 尋求討論 甚至尋求共識 並不是說 因為有了這個會議 就表示其他的會議 就不可能 那只可以想像說 這是更多的會議 有過更多溝通方式中的第一步 而這段時間 首先 先聚焦在這個 經貿議題 那 也許經過這次會議成功以後 然後 再下來 政府中也許有別的考慮 會真正回去再開一個 因為再下來 顯然包括 憲政議題上面 也會變成一個大家 持續關注 甚至現在 市政上碰到一些困難 也可能必須回歸到那個上面 才能夠討論 所以 開經貿博士會 也不是否定 不開憲政公民會 在我自己個人的解讀 我會認為說 先從經貿議題開始 我們逐步在 爭取跟 社會上更多的評估對話 那我覺得這上面 今天的這很多的問題 再從學運 包括現在還有一些 反對的 政府政策的一些 討論中間 就可以看到 中間經貿議題的確還是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中間 討論 那我要說明一下 在這個會議中間討論 就像 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個意見應該要 怎麼樣怎麼樣 受到重視 但是我就像我今天 在會議開場的時候 也會提到 當你講的時候 也許有些人沒有遇到 其實還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人家也會發生 所以在這個會議上 正好就讓大家可以 聽到跟自己類似的聲音 也有機會聽到跟大家 不同的聲音 所以換句話說 不僅是我們也要聽不同的聲音 我想所有參與人也在練習 聽跟他自己意見 不一樣的聲音 在我認為 這樣就是溝通 不是每個人聽完 他都把它聽進去了 但是有很多人會聽進去 像我相信 至少我們在國發會 我們過去很多討論 我們是把很多話都聽進去 我相信今天很多議會的代表 也會把跟他意見不同的東西 也聽進去 每個聽進去的 一個意見 兩個意見 都會逐漸修正他原來的看法 那這事實上 就是讓大家能夠 有機會更聚焦 實際上也是共識形成的一個企業 他不會一步到尾 但會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是不是請理事 讓你上來首位 非常肯定 包括網路的部分 所有的人 從路可以看到 任何一個人花言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平台 假如你覺得是這個平台 大家可以互相溝通 那你對弱勢的部分 那就更應該 藉用這個平台 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在討論經濟的議題 經貿的議題 也要考慮弱勢的部分 那我是覺得是 聽你是很容易 但是建議這個平台 讓大家可以在這裡 讓所有人知道 我們所關心的議題 是一個很好 很好的一個開始 那越來越做 可能就會做越來越好 希望說是每一個人的意見 其實你都可以在網路上可以看得到 那這種對話的方式 其實是可以在 在讓所有人尋求一個可以大家接受的一個方向 那剛剛主委也提到 其實這次會是針對經貿 那也許以後真的是對憲政跟公民的議題 也應該有這樣的一個對話的一個機制 我是會用一個比較open 比較平常心的想法 是這個對話平台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總是希望大家有一個共識 讓我們國家的經濟可以更好 假如經濟沒有在這個時候趕快把它拉起來的話 其實會危急其他的 讓大家在生活更過失那麼順 那很多問題就會更出現 更嚴重出來 那也對落實的照顧也會更糟 可能一步都會有互相失 每一個環節都會有互相有關聯的 好 那我會問一下我們產業界面 來跟各位都補充報告 那這次呢剛剛校長有提到 因為我們整個會是經貿國事會議 所以這次主題大概到了經貿相關的議題為主 那麼企業界朋友呢基本上 他們大概都有一個概念就是和氣神才 那麼他們也不想去碰政治 也不想去談政治 所以對於社會面 那麼當然他們比較少去噴觸 那麼他們現在比較覺得 後代媒體的 是因為國際化、前景化 那麼台灣是一台道前景 它沒有辦法自外 前景化跟國際化的範疇裡面 那我們又看到前景化這句話 現在呢前世界大概有 380個FTA的簽署已經報到TO去了 那麼台灣現在呢 我們跟其他國家簽的FTA 只有佔我們整個經貿的9%左右 而我們最大的經貿國家呢 包括韓國在那 大概佔了36%左右 那所以呢 台灣面臨了一個被變延化的壓力 所以企業界黃手其實呢 他會首提的 他說我們怎麼樣在台灣現有的環境基礎之下 那我們呢透過內部轉型升級 透過呢我們內部競爭力的提升 透過內部呢投資環境的改善 使得企業有機會 能夠到國際市場上更加競爭 那麼如果台灣的企業能夠到國際市場更加競爭 當然我們的經濟活動就可以上來 我們很多的投資行為也可以上來 那我們的就業就可以上來 收入就可以增加 這樣子呢 也就可以部分消滅到 我們大家憂心的 所謂薪資報費啦 薪資上不去啦 這種優異 所以我想他們一直在思考的 就是說如何去提升 他們的競爭力 我想他們是從這個角度來做建源 所以基本上可能你會覺得 日本企業界的朋友大概都在西方政府 去人力資源的結構裡面 去提升這個人力資源的 這個貢獻條件 認知那個 那麼另外在幾個產業面裡面 也希望來政府去把這個 給他弄出來 我想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 謝謝 至於說宇慧代表中間 也有人提到相關福茂協議的議題 但是因為是從這樣子的角度去看 也許大家並沒有說出 能夠把這個福茂協議 拿著變成一個專題在討論 但是我覺得能夠釐清再去一句話 趨勢上台灣要怎麼面對未來 包括台灣加入局域經濟整合 本身該用什麼態度 這中間其實很大程度 也就是在回應了福茂協議中間 我們到底該有什麼態度去面對它 那因為有了這樣子的共同的基礎以後 我覺得未來的討論福茂協議 大概都比較能夠站在一個 是一個真的可以對話的基礎上 因為過去至少我的觀察是 比較像是因為大家對前度的看法 可能就完全不一樣 那後面在討論 你已經牽涉到實際 簽訂的福茂協議中間 如果看法的差異就非常自然 有了前面的溝通 我覺得後面的討論 才有一個對話的基礎 那至於 其實如果大家看今天的會整出來的 中間許多所謂的共同一件 因為它是盡量取大部分人 談話中間就發言中間提到的事情 中間有一些東西其實已經在政府過去的政策 規劃中間都提到過 包括像有關人的問題 甚至包括產學合作 包括其他一些產業上 該定義什麼 其實這種想法中間 或規劃中間 有些已經開始 甚至已經列在某些計畫中間 那據說今天有些議會 代表它說 它都知道 剩下其實是什麼 執行力的問題 然後我想這個 北區的會議的結論 最後 我必須還是要跟其他分區會議的會集 到全國會議 但是就像我今天最後也向大家說的 就是 政府不會把這個意見辭職放在書家上面 這上面我們就會認真去看 其實包括我們國發會在內 中間有些議題 我們已經做了一段時間的政策規劃 考慮 所以那些東西慢慢都會形出 成為政策的 政府的政策方案 然後進入出來 所以這上面 我現在沒辦法說 什麼一定可以做什麼不能做 但是這中間 大家的一些都會變得深度的考慮 下面是不是情念為主 其實在兩天的會議中 很多議題其實 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 在很短的時間 也許我們就可以往前推可以做 那有一些是稍微要稍微等一下 大家跟我共識 我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傳統產業 這是產業什麼價值 文創產業這些事情 還有我們的農業的轉型 還有我們的農業的轉型 他們很小 你就是一定要精緻化健康化 然後高產值的 高 這些才是我們發展的目標 我舉幾個例子 其實最近他們 城鄉所的學生到 然後這個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那個 比水水庫的上游的地方 那些茶龍 幫忙他們 建立有機無毒的茶葉 然後 這個藍雀茶就銷到全世界去 那是因為它是有機無毒自然農耕 它是一個品牌 大家願意去買 願意去嘗試 那這個是台灣的特色 像這個相當多相當多的例子 我們的米 有機農跟我們的蔬菜 健康的蔬菜 高價值的蔬菜 治療型的蔬菜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發展的 那這個是不需要太 這個是大家有共識的 很多事情 經過認證 經過大家的推動 就可以做到 這個 這個傳統產業的價值 這是很多事情 是馬上可以做到 一起配提升 我們的整個經濟的實力 他對健康有幫忙 這是大家應該不會太大的爭議 可以做的 馬上就可以做 我們跟叙利市長 其實很多這些事情 我們馬上就可以做的 謝謝 接著補充 基本上 大概 一個 學界大概到了 我們希望在 或是完全的改善 我們土地的移工 因為現在我們 希望呢 竹草輪控 影碰竹草 希望更多國際的企業 或是台商 然後台灣來 加大土 這個移動 所以呢 在土地也好 在人力資源的供給也好 在技術的 一個移轉 或是一個產官學的 技術的融合作 應用資源整合等等 當然是提了一些建議 老師 這次呢 我在聽代表們的發言過程裡面 我老覺得蠻好的 就是說 可能有很多的 運作的機制 可以做一些結合 因為我們談到 戰役化 活在這個 那麼也如果 可以這樣做的話 他就可以跟社區 甚至可以 對你現在 台灣老齡化的社會 那麼他們也可以提出 更大的實質上的 這種 貢獻也好 實際上的 這種 投入也好 那麼如何去讓 在地化跟青年跟 老人 這個 大戶 跟 投資創業裡面 長下去做一個結合 我早 認為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課題 那麼 這樣子 就可以讓台灣 重新 讓連接人 有一些 新的創業的機會 跟 關心這個社會 來關心 我們老年化 我想 都是一個 從 談話裡面 可以看出來 幫出來一些火花 我不曉得他能不能 在台灣 天地開花 我不知道 但是我總覺得 這是希望 我覺得 這是一個 蠻好的溝通 好